前幾集都聽過師傅說 整得位是時機位 不可以放三合的生肖 是不是師傅? 放三合的生肖是反而不是時機位 好 我們立即跟著鏡頭 去看看其他生肖的巨蛋完成 今天我會跟大家繼續解釋 以下下來的生肖 在鼠年中會有什麼現象 屬馬的人很害怕 提起馬 馬和老鼠是子午充 其實這件事不用擔心 因為本身今年屬馬的人 有一個很大的特性 就是因為天良入命 所以可能會有些突發性的小災難 但是一定是逢空化吉 遇難情長 但是一定是先有難後情長 但是屬馬的人在鼠年中 比較差的可能是家宅 可能會有些突發性的事件 可能會有些突發性的事件 至於想化解也可以 都是找回那三個東西 即是龍、鼠、馬套這三個東西 就是放在靠近門口的地方 最好就是進門口的地方 還是那句話 如果是北方門口向北 是北面的 就不要放了 在鼠年中有一個很大的變化 尤其在事業上 或者環境上 可能是工作上的變動 或者是事業上的 或者是行業上的變動 都有可能 但這種變動是好的變動 所以不用擔心 屬羊生小人 在鼠年中 其實屬於比較不好 因為羊和鼠本身是傷害 而且羊本身是屬土 又是黑水 即是鼠年 鼠年是屬水 所以相對來說 是比較差 但是它差的表現 是表現在感覺上 不一定是實質上 就是比較不開心 比較困擾 而且那些困擾 多數都是之前流下來的困擾 不是突發性的困擾 至於你怎樣化解 我也是建議在門口 即入門口的地方 放龍、猴子和老鼠這三樣東西 那些困擾 猴子在鼠年中是三合 本身猴子是屬金 金生水 和鼠是相生的 所以叫做三合 合中大生 猴子的人應該是 在鼠年中 各方面運氣相對比較好 那些困擾 猴子在鼠年中 它會賺到錢 但是也會大洗大起大落 找得到 但是洗也不少 因為它有兩個劫財 在裡面 所以會賺到 也會有入有出 但是始終都是入多過出 所以不用擔心 在事業上 可以賺到錢 但是可能會比較 花一些傷神 花一些腦筋 比較操勞一些 至於怎樣化解一些不好的東西 我是建議在它的西藍面 裡面是放老鼠和龍的擺件 就可以提升它自身運氣